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这一章尝试着用我们之前所学习的知识来做一个小小的案例 关于这个案例,我开始也想了挺久的 最后还是选择了来做这样的一个爬虫 好,在我们正式做这个爬虫之前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的这个爬虫 它只是一个功能非常简单的一个案例 它并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爬虫 如果说一个爬虫,你真正想让它起到相应的作用 那么是相当的复杂的 并不是说写法上复杂 而是各种各样的一种 比如说是,比如说像反爬机制 自动登录,代理IP等等这样的一些辅助功能 非常的繁琐 但是我们的这个课程的时长是有限的 事实上来说的话 我们现在的这个课程的时长 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开始的预估的这样的一个时长 那么这个小爬虫的目的 还是让大家能够更好的理解我们之前学习到的知识 并且演示一个Python小工具特性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它所应该遵守的一些基本的规范 然后顺便通过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案例 给大家聊一下一个好的代码应该怎么来编写 然后最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小案例 大家能够了解到我们经常说爬虫爬虫 但是这个爬虫并不神秘 我们这个小项目就是要告诉大家爬虫的最基本的原理 在我们的小案例里 我们是没有使用任何的爬虫框架的 纯粹是依靠我们之前所学习过的知识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爬取 好,那么最后我认为一个小的案例 它能够实现我刚刚说的这三个目标 一个是稳固之前我们所学习的这样的一些知识 然后第二是告诉大家一个合理的编码的一个规范和方式 然后第三点就是能够了解一下爬虫的基本原理 我认为这个案例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如果是真的讲一个机制非常完善的爬虫的话 我们课程到目前为止 所用的这样的一个讲课的时间 全部加起来都不一定能够把这个爬虫给讲清楚 好,那么我们抓紧时间,后面我们还有不少内容要讲的 好,那么爬虫 那么我们到底爬什么 我们首先要确定 最开始的时候是准备去爬豆瓣的 最后想了想 每次一做课程 或者是做一些数据练习的时候 分析的时候都去爬豆瓣 已经有些腻了 我们也换一个花样 换一种比较新颖的东西来爬一下 好,那么我们这次不爬豆瓣 也不爬支付 我们来爬一下我们的直播的平台 选了一个熊猫TV来爬一下 好,我看IOL的全球总决赛S7 也正在打的热火朝天 我们不要关注这个 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到底要爬什么 好,那么我们写爬虫 一定要知道我们爬的目的是什么 只有你知道你爬这个东西是为了干什么 你才能很好的去写爬虫 为什么呢 因为网络上的数据 比如说你像这样的一个直播平台 它的数据量或者是信息来说的话 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不知道你爬什么东西的话 你根本你爬下来的这些数据都是无效的 所以说我第一个强调爬虫的目的性要明确 这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需求性的问题 需求要先明确 好,那么这次我们来爬什么 我选定的一个主题 就是我想爬某一个游戏分类下面 各个主播他的人气的一个排行 比如说你想知道 现在英雄联盟这个游戏上面 这么多的主播 他们谁的人气最高 谁的人气最低 我们用一个rank list的排行榜的形式 把所有的数据把它给打印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爬虫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好,那么目的明确了之后 我们来说一下怎么来爬 好,我把这个弹幕给关了 好,那么我们要的数据 肯定都是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那么我们现在如何把这个数据 能够抓取到我们自己的程序里面来呢 因为我们只有有了数据 我们才能够对数据进行这样的一个分析和计算 最终得到我们要的这样一个排名 好,然后我们再说爬虫一般的第二步 爬虫第二步来说的话 你一定要充分的了解 你所爬取的这个网站 它的这样一个网站的结构 好,那么要分析这样的一个网站的结构 我们先回到我们首页这里来 我们从首页开始逐一去寻找 包含我们所需要的信息的这样的一些页面 好,那么我们说了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去分析某一类游戏上面主播的排行 对不对 好,我们看一下上面的导航 很明显的首页这里不太适合我们去分析 不是说分析不出来 首页这里它肯定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数据的 但是我们要找到一个最适合我们当前数据的一个页面 好,我们点一下分类这里看一下 好,这里分类这里列取了所有的不同类型的游戏的一个封面列表 好,那么这个也不是我们想要的数据 对不对 我们要分析的是某一类的数据 好,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分析英雄联盟 好,那么我们就点到英雄联盟来 这里显示了英雄联盟下面所有的主播的一个信息 好,我们继续来分析 好,然后到这里来之后我们再想一想我们要分析什么 我们要分析的是人器排行对不对 好,人器排行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页面上面显示的这些数据 有哪一个可以帮助我们来分析这样的一个人器 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主播它的右下角 这里这是一个方块,一个方块 一个方块代表一个主播的视频 在每一个方块右下角 这里是有这样的一个观看人数的 所以说观看人数就是我们要去抓取的数据 如果说我们可以把这个页面上面每一个主播的观看人数 全部都爬取到我们的程序里面来 然后再对这个程序做这样的一个比较运算 是不是最终就可以得到这样每一个主播的人器排行 好,那么我们现在前置工作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已经确定了我们要爬取的页面 好,这个我们把网友给放大一点 大家可能看不到这个地方的小的这样一个人数 在这里右下角都有 比如说这个是662万人 超那么多人 我觉得现在的这些直播网站都不是用人数来描述 这都是用人器 这数据都不太真实 我觉得你不管它真不真实 但是至少来说的话 它这边的这样的一个多少万人 它是可以反映出这样的一个趋势的 数据可能并不一定非常的准确 比如说这里是662万人 对不对 我猜的话并不一定真的有662万人 但是至少它的每一个不同主播间的人器 它是一个相对正确的 好,那么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数据给抓下来呢 好,这个是我们下节课要来讲的内容 好,朋友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